专注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本届夏季联赛已经正式结束 胡温队取得了三胜两负的战绩 而队中的几位新秀也各自获得了表现机会 其中来自于雪城大学的落选秀 Cosewider的表现就让球迷们感到惊喜 这位身高6尺9寸206公分的球员 场均可以砍下15.4分 而且拥有一手稳定的远头绝活 他在整个夏季联赛的无偿比赛中 3分球38投19中 命中率超过50% 代表作为在对阵提胡队的比赛中 得到21分6篮板 投进5G3分 这位手持双向合同的球员 在大学度过了4个赛季 技术完成度高 球场经验丰富 而高中时他则是超级得分手 高次赛季场均可以轰下31分 是自己故事里的乔丹 作为四星高中生 受到多家顶级D1强效招募 其中便包括杜克、雪城等名校 球评被认为 作为4号位的射手 Cosewider已经证明了自己可以在NBA生存 他的下连表现评分可以达到A减 接着是胡人今年第二轮35顺位新秀 Max Christie 作为被胡人管理层看好的球员 Christie在球场上展现出了他 在防守端的潜质 凭借其6尺6寸198公分的身高 6尺9寸的臂展 配合上优秀的动态天赋和敏锐的嗅觉 Christie确实能给到持球进攻者足够的压力 但他暴露出的问题也很多 最明显的就是投篮极其不稳定 在下连的比赛中 他的投篮命中率只有28.6% 三分球命中率更是惨不忍睹 仅有22.2% 这位在ESPN上排名2021届全美第18位的五星高中生 Christie上大学后就已经在投篮端展现出了挣扎 进入NBA后这个问题会更加的明显 倒是他的罚球命中率还不错 为86.7% 这样球他们还是有信心 如果这位2003年出生的球员 可以在投篮端很下功夫 未来有望成为一名优秀的侧翼3D 此次夏季联赛 Christie的评分为B 接着是公牛民宿皮棚之子 Skyke Pippen Jr 小皮棚可以说是本届夏季联赛 胡人队中最抢眼的球员 作为后场的进攻发动机 小皮棚在五场比赛中 场均可以得到11.8分 4.8出攻 2.6强段的数据 因为在大学时期建立起的强大的自信 小皮棚在进攻端侵略性十足 他非常愿意突破篮下造成杀伤 而且拥有比较强的造反规能力 但由于身高受限 同时遭遇到了更高层级的防守 他投篮方面的表现不佳 三分线外只有不到25%的命中率 不仅如此 但在防守端比较吃亏 好在他的手很快 场均可以送出2.6次抢断 弥补了一些不足 但人们也在小皮棚身上看到了一些潜力 例如在过去的几场比赛中 他的大局观有了进步 而前几场比赛过多的失误 最后一场比赛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球皮们均不怀疑小皮棚未来可以在NBA生存 他的夏季联赛表现平分为必减 蝙蝠下皮棚对于小皮棚的表现也极尽赞美之词 我早就和他说过 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尤其是作为我的儿子 每个动作都会受到放大检验 作为父亲 我想我应该能帮他把路铺平 但他想要自己接受这个挑战 这让我感到很骄傲 毕竟到最后还是要你自己站出来 让质疑者闭嘴 而不是你的老爸 至于另外一位NBA民宿之子 大鲨域奥尼尔的儿子 Serville O'Neill 则在出载的4场比赛中 场均可以得到4.8分 3.8篮板的数据 他在球场上展现出了良好的工作态度 但毕竟成长过程中 心脏做过手术 元气大伤 在夏季联赛的对抗层级 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接下来小奥尼尔应该会出现在 季联谋的赛场上 据说也有的球队 看在他老爸的面子上 考虑为其提供一份双向合同 球评为小奥尼尔的夏季联赛表现 评价为C加 兄弟们这期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